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是由于它其实在十年前就在炒作这个稀土的概念 但是价格最多的时候从2.7澳元跌到不到一毛钱 也就是它最低的价格曾经到过0.04澳元 差不多就是四分到五分钱的价格 那如果我们投资1万澳元的话呢 从2.75澳元跌到0.04几乎就是下跌的大约是90%以上 那么这样的跌幅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都是可以说是血本乌龟 这也是我本人之前一直并不是特别看好LRC的主要原因 但是呢 其实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这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其主要原因呢就是LRC之前设在马来西亚的稀土制造工厂 被经常的停产或者是其他牌照的问题无法得到充分的产量 但是去年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再次更换了总理 原来的总理呢之后下台之后被调查 现在新的总理马哈蒂尔重新上台 那么这一次马哈蒂尔其实是相对于比较清美的 因此在目前这个稀土成为关键的 我们说的很有可能成为限制出口的产品的时候 LRC设在马来西亚的工厂 就成为了马来西亚与中美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重要砝码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 有的时候如果是政治原因超过了经济原因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环保 所谓的牌照问题都不再是大问题 因此呢我们看到LRC在目前中美这个特殊阶段的时候 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棋子 那么未来我们虽然无法确定LRC是否能够继续上涨 但从现在稀土行业的情况来看 LRC是目前全世界范围之内唯一的没有中资背景的 这个稀土生产企业 很有可能将会成为美国用于这个反制中国稀土出口的一个重要备选方案之一 好了说完了稀土之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汽车板块 我们知道呢欧盟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制定了在未来10年到20年逐步淘汰现在的汽油和柴油车将会呢只生产电动汽车 也就是说可能20年之后全世界新生产的汽车里都只剩下电动汽车 因此电动汽车的概念以及产业下游的电池板块成为了过去几年股市上涨中另一个重点的投资对象 那么对于我们知道的像其实就连电动汽车行业的老大 特斯拉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盈利 其他的其他的汽车电动汽车更不用说了 几乎所有的电动汽车目前呢都在亏损 只是多少而已 那么延伸到产业下游这个材料供应商 包括了锂电池 所需要的锂矿 镍矿 包括了猛矿等等这些 在过去两年都经历过电动汽车的概念炒作 但是现在都有超过50%以上的下跌 其本质上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电动汽车到目前还并没有非常普及 占据整体的汽车销量还不到1% 所以在目前来看呢 我们虽然知道电动汽车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可能需要5年甚至于10年的时间 电动汽车板块 包括下游的锂电池 这些呢才会有质的飞跃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除了这个电动汽车以外 关键是延伸到澳洲本身具有的先天优势 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矿业 在过去的20年呢 凭借着中国强劲的需求 澳洲的矿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主要出口的是铁矿石和铜 那么在下一个20年 当中国经济放缓了之后 还有什么可以依靠 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电动车板块 所需要的电池领域 这是下一个澳洲的资源和矿产业 能够再次起飞的重要依据 所以大家如果未来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重点关注与之相关的一些材料板块 那么以澳洲的龙头必合必拖 目前的经验来看 它暂时还是把重点是放在了铜和链上 我们其实呢 只要紧跟着这些矿业巨头的战略方针 在大的方向上应该不会出错 未来随着电动车的日益普及 我相信电池板块 以及下游所属的那些材料和供应商 也将会迎来下一次起飞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 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